林老师 我记得林张秀女士 好像是光绪年间 光绪五年出生的 七岁开始学课思 祖传的手艺 两个孩子清为竹马那么要好 就不能成全他们了 人家说他们硬 行客丈夫 婚事 短不能成了 一句八字不合 断了她的姻缘之路 她再也没有说过亲 一心扑在了祖传的客思手艺上 到了四十岁上 才领养了一个小女孩 那就是我外婆 外婆常在客机旁 很自然地 追随她的母亲学习客思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不知岁月荏苒 终于有一天才发现 母亲老了 她成了记忆精湛的客思诗 也到了该出嫁的年纪 也许 这就是林家女人的宿命 最美好的时光 总是耗费在 看不到尽头的等待里 林家有个小女孩 自小便失去了母亲 却非常聪明伶俐 不知什么缘故 常偷偷躲在门外看她 你过来 可能这就是缘分吧 那个撒谎的小女孩 就是我的母亲 林雪芯 那林小姐知道吗 这不是什么秘密 周围很多人都知道 也是八十年代出国热的时候 她的生母 必须要出国 所以把她 扔给了我 我就一手把她带打 她很聪明 从小 我也想把 克斯的记忆交给她 对她寄予了很高的期望